哈喽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是Naye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Chanel他们家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包包 Coco Handle 相信大家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也看过我提到这只包包比较多次了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体设计 它的一些细节 包括容量重量 还会放一些上升式杯的片段给大家看 最后还会跟Chanel他们家这款经典的 Classic Flop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就记得帮我点个赞 还有点击屏幕下方的红色按钮去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任何一支视频了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只包包的整体设计 这只包包呢是鱼子酱皮的 那Coco Handle这个系列呢 它都是用鱼子酱皮的 没有用羊皮做的 有一些呢 它这个把手就不是鱼子酱皮 它是用稀有皮做的 但是这个设计呢 已经停产一段时间了 那我这个的颜色呢 是一个米白色 配的是金扣 那这个金扣呢 是有一点做旧的那种感觉 等一下才会给大家拉近点看看 这种做旧的金扣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上面是比较窄 下面是比较宽 整体看上去就是一个T形的设计 侧面呢就是这样 看到有两格的 所以它里面呢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分隔区间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里面是长到什么样子 它整一个就是比较圆润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这个鱼子酱皮啊 就是整体就做的就是有点白白胖胖的感觉 然后大家从侧面看我这样压一压 就会发现它这个真的就是鼓鼓的 所以这个尺寸呢在我身上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大吧 但相比起那个mini size我更加喜欢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型比那个更加的优雅 那个小一点的mini size呢 我就觉得它看起来是更加casual更加随性一点点 或者说更加可爱一点点吧 那后面呢就是有一个back pocket 就是有个后面的口袋 那底下呢就是有四个钉子 所以下面就可以保持的比较干净 那它这个把手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这个把手跟别的一些手提包包做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空间非常的大 那我这个呢是小号的嘛 所以它这个抛物线这个曲线就是做的非常的圆润 我觉得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曲线 那如果你再买小一点的尺寸呢 在美国叫mini嘛 它就是收的比较窄一点点 但是呢它也是非常高的 可以非常舒服的这样子挂在手上面 而且它这个幅度就是让这个包整体看起来非常的优雅 那它上面呢就是有两个扣子嘛 所以呢它就是可以把这个链条给装上去的 它中间呢就是有一块皮的 所以这个皮呢就可以这样子 你肩背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如果你全部都是链条的话呢 就会觉得有一点勒肩膀 所以这个设计我还是觉得蛮贴心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旧金属的感觉 它就一点都不亮就是比较暗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个做旧金属还是挺好看的 因为如果这个米白色配上一个非常亮的金属的话 我就觉得它整体看起来就是太女性化的一个设计 一定是要配裙子的时候穿才比较好 但是因为它是做旧金属嘛 所以看起来呢就稍微会低调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穿的比较casual一点的时候呢 再背这个包我觉得也还OK 打开方式就是这个旋转这样子 然后打开一个翻盖包的设计 所以这个呢就是跟classic flop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这个旋转的CC turn lock这样子的一个开关设计 那它这里都是皮的 里面的话呢就是帆布的 前面这里呢就是有两个小小的放卡包的位置 中间有一个是放口红的位置 然后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中间呢有一个有拉链的口袋 后面就是一个比较窄的没有拉链的口袋 包包的最后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有拉链的口袋 特别是如果有些小伙伴们喜欢那个包包里面 非常的organized的那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包包里面的设计 这个包我都用了三年了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 虽然我不是经常用这个包包 但是它难免还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四个边边角角 就看到这里是有一点点磨损过的痕迹 这边也是这样 但我觉得还好不是特别的明显 还有这个地方啊大家会看到有点黑黑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把这个肩带一直放在上面 所以它长此以往呢它就会开始有点变身 有点磨损 所以后来呢我就把这个肩带给拆开 这个做旧的金口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那种旧旧的感觉 它不是特别亮的 是那种就是故意做旧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里面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它可以放一些什么东西 我先放一个手机 短款的钱包 这个还比较窄不是特别宽 放一个粉饼 瘦霜 两只口红 钥匙包或者零钱包 再放一个AirPods 现在把东西全部放满了之后呢 它还是有一点点位置在这里的 所以它前面这一格真的就已经够用了 像后面这一格嘛 因为它很窄 所以我真的也很少用 后面的话你可以放手机 像这种比较薄的卡包也可以 你也可以这样子放在后面 我这个手机呢是iPhone X 它稍微再大一点点也OK 但是我觉得再大一点就会有点卡住 然后或者是卡包什么的 也可以放在中间那一格 放一整瓶水进去就是刚刚好 所以呢我基本上就只用前面这一格放东西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只用前面去放东西呢 放东西在后面的时候啊 就要整个这样子打开 就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这里就会有条线 长期这样子弄的话 我就觉得这条折痕会越来越明显 学习Chanel他们家 小伙伴们应该都有留意到Chanel近年来 就是一直在上升他们价格 像Chanel这个Classic Flop 这个是中号的 现在是已经到6500美金了 这个的话呢 它现在是4000美金 比它小一点 那个mini size应该是3700美金 结果它这个容量来说呢 我觉得以4000美金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在Chanel他们家来说 已经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 而且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这个Coco Handle跟Classic Flop 相上的地方呢 首先就是它这个旋转的开盒设计 然后呢也是这个翻盖包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但是Chanel的这个呢 它里面就是全皮的 里面呢就是没有隔层的 只有前面两个小小的卡包的位置 还有一个放口红的位置 那还有呢就是Chanel这个后面呢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口袋 你可以在后面放一点小东西 例如说卡包或者是一点现金这样子 那以他们的风格来说呢 我觉得这一支呢是偏向于非常优雅 非常女人味 也是很显气质的一个包款 那特别是我选的这个是 稍微大一点的尺寸嘛 手柄就是跟它整个包包的底力 就真的是恰到好处 我觉得这个手柄如果再窄一点 就不好看了 或者是再宽一点也没有那种味道了 你可以手拎啊就很好看了 或者是你可以这样跨到手上面 那然后还有这个链条的话呢 你就可以肩背 Classic Flop这个呢 我其实是个人更加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适合的风格呢 就是更加多样一点 像这个的话就平时 穿的比较casual的时候背就很好看 看我现在随便穿一件背心 然后穿个毛衣 然后再背这个就很合理啊 或者是穿比较华丽的裙子 去别人婚礼什么的都可以背 平时穿一个很普通的T恤 然后再穿一个牛仔裤什么的都可以背 特别是因为这个是银扣的嘛 所以呢它就是非常的百搭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喜欢 Classic Flop这个设计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 攒钱 然后去花多一点钱去买这个 我觉得这个的话真的是比较适合 你平时穿一封个比较女性化 就是比较温柔一点点的妹子 去背这个包包 当然了如果你是比较娇小一点 女生的话呢 大概是160左右 或者是160以下的话呢 就可以去买那个mini size 我觉得mini那个尺寸的话呢 你可以穿的casual一点 或者是可爱一点都OK 它整体设计就是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经典 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这么一种感觉 而且结合它的容量啊 还有它的使用性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买的一款包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支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就记得帮我一键三连好吗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